有一些分享 我和太太去旅行 去了泰國 因為我弟弟在泰國住 我跟他講關於耶穌的原因 他永遠這麼快 這麼容易接受到 他就給我看 他說你趕邪靈 你也有趕邪靈 我說你給我看 他就給我看 你看到和尚 和中國和尚的觀念 有些人都坐在那裡 要趕邪靈 他說一連一次就會做 但我看過影片 我從頭到尾 我看過什麼呢 和尚在那裡叫 說他要做的事情 那些人做什麼呢 他一直從頭到尾都是彰顯 就是這樣 點啊點啊點 點到點了 最後有沒有釋放呢 沒有啊 沒有顯示釋放 完全就是點啊點了 點完了 平靜回去 可以回家了 他就以為他趕邪靈 我弟弟就跟我說 他說 他們是不由自主 我說我知道 有邪靈不由自主 他說他們很辛苦 控制不了 我說我又知道 就是有邪靈 但問題是他是不是趕邪靈 因為只是 撩起那些邪靈 他每個人都在那裡 點啊點啊 這樣就撩起那些邪靈 那我就說 我說 他們每個人都說拜 那拜應該就沒有邪靈 但他的張見真的很厲害 所以呢 其實他並不是沒有邪靈的 很多邪靈 現在那些所謂和尚趕邪 就並不是趕邪靈 是撩起那些邪靈 應該這樣點啊點啊 這樣就以為趕了邪靈 這個就是我們看到很明顯的分別 就是說 鳳爺鬆明趕邪靈 是真的趕完 是會平安喜樂 興省的 雖然這位朋友他來到 因為他的問題是很嚴重的 是一路過去的問題 那他需要處理生命的 然後那些邪靈會趕了 但是呢 他都很明顯說 開頭的時候有手捏住 和很辛苦 但是到後來的時候 他是鬆了很多的 舒服很多的 那這個呢 就讓我們看到 就是神的趕邪靈 真的是趕邪靈 那有些人所謂趕邪靈 並不是真的趕到的 那我們 我們就沒有機會 看那些人去做 看那些人去做 那有機會 或者在網上去了解一下他們 趕邪靈 我們不知道趕狂怎樣的情況 那讓我們更加了解 那我 據我所聽的 有些人說 他們用他們的方法 去趕邪靈 趕完之後呢 他都是覺得 很多邪靈在這裡 都不是釋放 並有時候趕完一種 有第二種的問題出現 因為他不是出爲真實 而真實是真的能夠趕走邪靈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